心意拳 主要流传在我省齐县及太原等地 该拳因是戴隆邦先生家传 所以又叫戴士心意拳 该拳基本上保存了心意拳的原始练功方法 所以风格特殊别有风味 该拳讲究内规 重内不重外 重神不重形 特别强调养丹田 壮内劲 练好精气神 练习中要求内外一致 上下协调 心意移动 全身巨动 心意拳的练法是散手单练 起落竖展 注重时效 主要内容是 五行 披 崩 钻 炮 横 和十大型 龙 虎 猴 马 蛇 鹰 摇 燕 鸡 熊 为基本动作 以四把杂式为基本套路 另有三拳 三拳 三刀 及七磅 七炮 额眉刺 铁筷子的内容 这是心意五行拳 表演者是叶建祖 今年三十五岁 西意五行拳与形意五行拳 名称一致 但练法有很大区别 批拳四幅鼠金 飞幅也 有捧盘脱叠之士 崩 四剑鼠木 飞劍也 有周形浪头之士 钻 拳四闪鼠水 飞闪也 有山叉领导之士 炮拳四炮鼠火 飞炮也 有江水拍岸之事 横泉似淡属土 非淡也 有轮行壕沟之事 现在表演的是59岁的王应海 他表演的是心意高 心意高也叫纽扣三刀 有撩 劈 砍 扎 推 脚 挑 点 八个字 骑士为十字高划 三刀一锤 为刀之母耳 这是铁筷子的表演者马季忠 他今年34岁 这是心意拳的器械之一 主要用于点 这是心意杂式锤 表演者是19岁的董江龙 心意杂式锤共有五套 这是第三套